美国这两天突然公布抗涅敌格号攻击型核潜艇 在南海发生撞击事故的原因 和我分析推断的一样 是在南海的海底撞山了 时隔一个月 为什么美国此时突然公布碰撞原因 美国核潜艇又为什么会撞山 这对中美在南海的博弈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这些问题是值得我们去探讨的 首先就像我第一时间分析的那样 美国最终会公布碰撞原因 但会在一段时间之后 原因很简单 美国没有第一时间公布碰撞发生 那是因为美国核潜艇要上幅回到关岛 在此期间如果公布 对手采取点措施可能影响其回到关岛 而且也可能被其他国家围观直播 美国不想承担风险 也丢不起那个人 所以当潜艇基本回到了关岛 消息才得以曝光 在一个月后公布 美国考虑的是看看各方反应 尽量降低核潜艇撞击造成的负面影响 可能有人说了 那就不公布好了 那也不行 因为如果不公布任由人去想象 美国就失去了对事件的解释权 长期对美国是不利的 所以美国会陆续公布一些不痛不痒的结果 而像是否和泄露 具体在哪撞的等 这些详细数据和信息并不一定会披露 那么美军和潜艇为什么会在海底装杀呢 我们要知道 潜艇为了避免被发现 一则往往在深海前行 二则主要靠被动 升纳和海底地图来航行 这样一来如果海底地图拿错了 海底地图过期了 海底地图绘制的不够完整 再或者海底被地球妈妈在地壳运动时给编辑了 各种原因都 可能导致美国手里的海底地图是不准确 当一艘核潜艇是在地理情况不明的海底航行 又没有开主动升纳 那么稍有不慎就可能撞山 其实之前美军核潜艇在海底撞山的情况并不先见 南海的海底那么复杂 美军核潜艇不小心撞山的事发生了并不令人奇怪 何况 随着技术手段进步 谁知道南海海底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因此不要认为美国核潜艇在南海撞山很奇怪 如果美国不改掉在南海偷偷摸摸干坏事的毛病 未来还会再撞 这次核潜艇顺利上浮并开回去了 下一次就不一定能浮上来了 说不定还得向中国海军求救 这是对美国和美军会产生什么影响呢 首先我认为 这是会直接让美国在南海的 所谓自由航行和印太战略在道义上更加站不住脚 过去一段时间 虽然美国把所谓的自由航行 还有印太战略喊的山巷 但像新加坡菲律宾这样的美国盟友 已经明确表示不会在中美选边站 他们非常谨慎 至于泰国这样的盟友 人家从来都是一声不吭 而且 由于中国对美国在南海挑逝的不满 南海国家对美国从心理上也是有一定排斥的 因为担心中美在南海发生冲突波及自身 经过这次核潜艇撞山事件后 南海国家的心态就会发生一些变化 因为像这种事故会带来核泄漏的风险 还可能突然出现令人意外的冲突 这种不可预知的风险会让南海国家坠坠不安 他们心理上会更加排斥和反对 因此 这次事故会让美国在南海更快失去正当性 在战略上的损失是显而易见的 其次美国这次撞山 会让美国对南海产生敬畏之心 我们知道 美军一直是非常自信的 他们对南海进行了非常深入的测绘 所以在南海前行非常自信 然而这一次撞山会让美军认识到 南海还有很多他们未知的地形 尤其是美军再怎么凑惠 也不可能像中国那样天天守在这里 对海底地形更清楚 是海底地形被地球妈妈加速编辑后 中国会比较容易掌握情况 而美国则不一定 所以美国这次撞了 下次还可能撞 这种对南海海底地形的畏惧 会让美军在南海的战斗力 有一定程度下降 美国在各个领域都太过了 上天都会惩罚他 美国的行为会越来越逆天道 会损人害己 就像美国核潜艇撞山一样 美式民主也已撞山 据香港南华早报网站 11月1日的报道称 皮尤调查发现 全世界对所谓美式民主的认可程度 在断崖时下降 全世界的发达经济体仍然以羡慕的目光 看待美国的军事优势 但他们现在对所谓的美式民主 或许是美国所有输出品中最著名的东西 却也没有那么羡慕了 美国皮尤中心的最新调查发现 美国政治体系在海外获得的评价 已经断崖式下降 调查中的问题给出了三个答案选项 美式民主是值得其他国家效仿的良好榜样 美式民主过去曾是良好榜样 但今年不是了 美式民主从未是良好榜样 结果你猜怎样 超过一半的全球受访者认为 美式民主曾经是良好的榜样 但今年已经不是了 报告还指出 美国人自己也持这样的观点 有72%的美国受访者 理出了同样的答案 另外 受访者还对美国的种族和民族歧视问题 表达了严重的担忧 报告称在美国以外的每个国家的公众中 有82%至95%的人认为 这种歧视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有超过40%的人认为这个问题非常严重 我们知道 早在十多年前 美式民主还是全球几乎所有国家的政治样板 各种颜色革命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对这一体制的向往 然而 过去十多年改变了一切 之所以发生这样的颠覆性变化 在我看根本原因有四个 一 美国已经不能推动世界前进 如果大家注意会发现 美国如今已 经不能推动全球经济发展了 不但如此 它甚至成了全球经济发展的重大阻碍 一方面 美国市场需求已经见顶 整个西方世界的市场都遇到了瓶颈 另一方面 美国并不能帮助发展中国家进行建设 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 美国根本没有任何动力帮助他国 美国资本已经习惯了资本市场吸血 从而放弃了工业制造 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成了世界经济发展的负类 成了纯消耗者 当美国不能成为世界经济的引领者和推动者的时候 甚至还成为全球发展的负类后 哪怕各国敢怒不敢言 在心理上也不再支持美国 这是美国体制不再受欢迎的根本原因之一 二 美国资深问题严重 譬如种族歧视问题 人权问题 贫富问题等等 尤其美国在面对新冠疫情时 几乎无能为力 如今已经躺平 这样的国家能力体现如何令人幸福呢 美国资深问题太严重了 严重到很多人觉得美国是无能国家 在这种心态下 美国的体制还怎么可能受欢迎呢 三美国为了霸权太没底线 太不讲道义 美国为了霸权 在自己利益与他国利益发生冲突时 白宫不是求平衡平等和互利 而是选择美国优先 无论像特朗普把美国优先喊出来一样 还是像拜登那样只做不说 其本质都是不讲道义的 尤其是在对待中国的时候 美国可谓是完全没有底线 虽然各国不吭声 但大家也都知道怎么回事 中美的不同政治价值观决定了 美国没底线的行为是无法受到世界尊重的 四美国实力已经不足以维系其霸权 美国虽然军事实力很强大 但已经没有强大到可以为所欲为的地步了 美国的军事力量并不能对中国形成压倒性优势 中国有足够的能力应对美国的军事威胁 美国在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对中国都无能为力 已经充分证明美国综合国力已经不足以维系其霸权 至少有中国力量对其进行平衡 尤其是中俄联手后 美国的霸权体系已经难以为继 在这样的背景下 美国的胡作非为 已经让其声誉出现断崖式下跌 美式民主在全球也已声名狼藉 模板效应消失 不久的将来 美国的霸权将会迎来更大的崩塌 我们就等着看好戏吧